近日,广州恒大又是一波狂胜,赢球之后卡帅透露了引进保利尼奥的真相,他表示当初引进保利尼奥是看重他的得分能力, 按照前锋标准去引进的中场,卡帅的一番话让人惊叹,下季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他曾说球队正在寻找一名前锋,随后没几天,保利尼奥就被官宣回归广州恒大,由此可见,卡帅早已把保利尼奥当前锋的理想人选,回归之后的保利尼奥也深知自己的角色已经不是当初的B2B中场,于是选择了9号球1, 拥有前锋标准的中场球员,这是世界足坛的稀缺品,让巴萨也后悔将保利尼奥出售,主教练巴尔维德甚至为此感到生气,他直言保利尼奥对他们很重要,不理解俱乐部为何卖掉保利尼奥,保利尼奥在上赛季总共代表巴萨踢了34轮西甲联赛,打进9球,助攻两次,他的这些数据足以证明自己的身价和重要性, 不愧为梅西队友,在梅西身边踢了一年的球,保利尼奥也实实在在掌球了,他在门前的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中前场的出球更加合理,脚下技术也比过去要娴熟许多,在中前场他可以胜任任何位置,进攻属性爆炸的背后存有遗憾, 保利尼奥的防守拦截能力被弱化了,因为他的位置很靠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进攻端,导致防守的时候常常见不到他的拦截抢断,这与恰帅的战术体系有关。 保利尼奥夏季回归中超之后,目前已经打,完了七场比赛,进球效率高得惊人,打进了七球助攻三次,可怕的使把握机会的能力达到100%,超人般的数据,让他成为广州恒大机下最重要的引员。 4000万欧元的身价物有所值,保利尼奥重新绽放中超赛场,这要感谢卡帅的巧妙用人和慧眼石珠,他用前锋来定义保利尼奥让球队第一阶段风无力的困境彻底得到改善,而且全力全开帮助球队在七场比赛打进29球,场均进球超过4球,最低消费的广州恒大又回来了。 眼下,只要微调战术让球队的攻守更均衡,冲击把连贯一片光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